哈喽我是Wanda 这周的新影片想跟你们分享 全联圣诞限定甜点 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是 比利时74%可可烧 还有日式草莓大福 这两款限定甜点呢 只贩售到明年的1月4号 喜欢的朋友们赶快去抢购 先跟你们分享比利时74%可可烧 这一个呢是在冷藏柜 它贩售的价格是129元 这个比利时74%可可烧 它是淡奶素 所以素食者的朋友也可以享用哦 那在中间的部分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覆盆子的夹线 所以吃起来的整体口感 不会是太甜蜜或者是太酸 其实整体的口感呢 都是围绕着比利时74%巧克力为主 中间的覆盆煤呢 其实感受不太到它的感觉 也感受不到它的酸度哦 整体呢我对这一款比利时74%的可可呢 评论其实是非常高的哦 因为我觉得呢 它这样一个小小的 差不多是4寸的大小 那它其实非常适合当做生日蛋糕 一个也才129 重点是呢它的可可不会非常的甜腻 甜中带了一点点的苦 它的蛋糕呢 其实中间是夹着可可酱 上下层是巧克力蛋糕 我个人觉得呢 非常适合家里如果小朋友在这一段时间生日 或者是跨年想要在家里庆祝 这一款蛋糕我都非常的推荐 接着呢跟你们分享这一个 我那个时候买才刚上架 立刻就被抢购一空的日式草莓大福 里面是一整颗的草莓 还有搭上满满的红豆馅 草莓的部分光是用肉眼看 就可以发现它非常的饱满以及大颗 第一口吃进去的时候 会觉得它的马薯皮有一点的干 但是如果你在慢慢的咬到红豆馅以及草莓 你会发现整体的口感其实是湿润的 可能因为它的马薯皮比较Q弹 所以吃起来的时候会觉得 有一点点的稍微的比较没有水分 比较干 会觉得比较黏牙或者是黏着嘴巴里 但是当你吃到了甜蜜蜜的红豆馅 以及带一点点微酸口感的草莓后 你会发现这整个草莓大福 吃起来的口感超不违和 非常的好 冬天就是要吃草莓大福啊 你们在等什么呢? 别忘了赶快在2018年的1月4号之前 赶快去全联福利中心购买咯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咯 因为在分享的这一天身体状况有一点不好 所以这一次就没有肉脸了 希望你们会喜欢我的影片 别忘了可以按下订阅 所有上传的影片你们都可以最新收到咯 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咯 拜拜